第三位資格賽 會不會是最後一位呢 來囉 四位加油囉 第一個提示請看五秒 風 看來又是關鍵字的組合 懂意思嗎 第二個提示再看十秒 什麼頭 出來了 你們應該要知道的 生於私 長於私 胡蓮瑞可能不曉得 你後來 你中間有離開過台灣嘛對不對 是畢名嗎 艾瑞克告訴大家 女王 女王風有沒有聽過 女王頭在哪裡 聞呢 野柳 對 我正要說野柳 對吧 女王答對沒有 恭喜答對 沒錯 來 現在請艾瑞克 進來九個宮殿賽請就位 艾瑞克是 加拿大英俗哥倫比亞大學 語言學 對 準備公佈他的第二套 請問個宮殿賽提起 你的第二套題目喔 量身打造的第二套題目 單身追女決定 目前單身 對 日本文化通 爽玩日本你出過這本書 對 港式引潮的暗號 爽吃香港 你也出過這本書 對 語言來誤區 你就是有說話的高材生 研究語言的高材生 飛機小常識 因為你搭飛機的經驗非常多 所以經驗次數 還有包括你的常識必然多 廚藝小撇步 你會下廚 而且以中式料理為主 鼻是你樂園 你很愛玩樂園 尤其敵是你 過敏而救星 自己有鼻子過敏的 對 眼睛 鼻鼻都過敏 我們從哪邊開始 我選 我選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飲茶 所以我稍微有研究它一下 但是 我覺得今天的題目實在是 太難預測 我們是蒙學員 請出去 請出去 在香港飲茶 常看到客人 用三根手指輕敲桌面 據香港旅遊局說明 這個動作跟什麼有關 A 新婚夫妻向父母磕頭 B 拜拜向神明磕頭 C 陳子向皇帝 答案 我的答案是 A 新婚夫妻向父母磕頭 請鎖定 怎麼敲了你手指示範一下 我 來 把這邊當桌面 輕輕的來 這樣 一般 三個是這樣子啊 因為 不是這樣子啊 因為一般喝茶的時候 因為香港喝茶 他們一定會敲桌子 通常是講謝謝 就有人幫你倒茶的時候 或是幫你上個什麼菜的時候 他會這樣謝謝 他說三根手指 三 我想法是這樣子 這樣子喬 新婚夫妻向父母磕頭 因為我只覺得說 他是謝謝的意思 所以感恩的心情 所以如果是 這三個選項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 對父母謝謝 因為要出嫁了 或是要結婚了 對父母表示感恩 拜拜像神明蝌頭 不是謝謝 拜拜像神明蝌頭 拜拜像神明蝌頭 應該是求保佑 求保佑那不是謝謝嗎 謝謝神明 臣子像皇帝蝌頭 不是嗎 求你不殺 謝謝 臣子比較像是 是 遵命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是感恩的心情 所以我去選了A 我養茶 我幹嘛要拜別父母呢 我爸媽還在啊 道謝啊 跟父母感恩啊 道謝 我還是覺得是感恩的 請公布在前 錯了 第一題就錯 你真的出過一本書 叫做要是 但是我們是吃啊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這個 他養茶是吃的 我就說對啊 可是敲的確是謝謝的意思 我也沒說錯啊 正確答案是 臣子向皇帝蝌頭 那這個皇帝是誰呢 就是清朝的乾隆皇帝 大家都知道這個乾隆皇帝 他愛下江南去出巡嘛 有一次他又帶了一批這個臣子 下南方去出巡的時候 他自己就一時興起 拿了茶壺幫臣子們倒水 可把臣子們給嚇壞了 怎麼可以讓我們的萬歲老爺 來幫我們服務呢 但是人在外面 我們又不可能當眾來向皇帝蝌頭 會曝露行蹤 所以就有一個繩子喔 非常的機靈 他馬上用他的手 三根手指頭這樣摳摳摳 敲一敲 為什麼呢 因為通常我們要跟皇帝來行禮 是不是叫扣手 是頭部的這個手 但是我在外面沒辦法 我只好扣這個手 而且也可以摳摳摳 敲出砰砰響的聲音 表達我對皇帝的尊敬 還不謝謝他 在裡面才有第四個名額啊 謝謝 大家感謝你都來不及了 謝謝 哇 你太感人了 是 好了 請你下一盒這個賽